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摄入营业的能力 硬呢 代表心机善良 但是这个人本身没有什么大问题实际上 但是心筋比较弱 身体偏弱 之前也分析过精神状态会容易压抑 那它只要有哪些毛病呢 第一个就是心筋坐在胃土上 胃土是一个偏硬 偏硬呢代表肠胃不好 另外呢 这个火去生这个土啊 这个土太旺了 太燥了 土也代表肠胃 那么就是说 这个人容易有消化不良 有积食甚至便秘的问题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实柱是心猛 那么这个某木肯定就受克了 不代表晚年 晚年的时候容易腿脚受伤 如果在走金的流年 那更这样明显了 另外呢 这个八字可以看一下 生在观沙月 生在七下的月 而且火又去生土 土又能把这个金给埋住 这人呢就睡眠不太好 容易烦躁容易紧张 另外呢 这个食神兵 食神 这个亥水型空王嘛 食神临空王 食神代表你的情绪 他临空王了 就代表你这个人 精神上容易没有着落 没有精神寄托 然后他又被月就给合办 那么容易精神压抑 在2018年 戊虚年的时候 这一年是假淫大运 这一年的时候 他的情绪落到一个低点上 可以说 非常的压抑 烦躁 有点抑郁症了已经 为什么呢 首先来说 这不大运是假淫运吗 淫 无许三合火 而且淫还有何木 地质里面一片木一片火 木火太旺 就相当于 在地质代表内心 就相当于一个火山 要喷发出来 要喷发出来 内心的压力是特别大 那么必须找到一个出口 化解这种压力才行 但是 它这个鬼水呢 在2018年 雾虚年的时候 有一个雾鬼河 本身有个雾鬼河 流年里面又见雾虚 这个雾鬼河的力量 又特别强 直接把这个鬼水 给化成火了 那么这个鬼水的 这种情绪的发泄 就发泄不出来 发泄不出来 内心的压力又非常地大 又找不到一个 疏导的一个途径 这些今年就 情绪特别地抑郁 而且火太旺的人 火太旺 有没有发泄瘸道的人 这个人他不会爆发出来 但是呢 火克金 这个人容易出一种 类似于精神的一种 癫狂的状态 他就会想到心灰意冷 甚至想到死亡的这种东西 所以说这一年的精神状态很差 但是过了这一年 到了解恨年的时候 就好多了 为什么 因为极土是一个尸土 害水就是它的尸神有根了 这个空王被填上了 精神状态又好多了 这节课呢 就简单地来讲 现在一个身体 跟精神状况 下节课呢 来分析它的一个事业 跟财运 以及流年大运的一个表现 这节课呢 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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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